劉少殺掉了自己的父親劉毅龍 就只為了當皇帝 後面還有更刺激的喔 例如跟自己的媽媽還有堂妹都傳出緋聞的 最近我國總統在就職典禮當中宣稱 兩個國家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這讓很多西台灣的小粉紅是非常的跳腳啊 甚至他們就會說 都是中國人到底在說什麼 但是具體而言中國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今天我們就用這一期的節目來告訴大家 中國三個歷史的意涵 文章的小知識成功解讀有方式 歡迎來到故事方程式 中國具體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中國歷史有沒有五千年 其實如果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那是絕對是沒有的啊 第一 要有歷史它必須得有文字 我們都知道甲骨文出現是在商代的中晚期 那大概是兩千八百年前到三千年前左右 當然啊歷史還是很漫長 但絕對沒有到五千年 那如果要說中國這兩個字出現的時代呢 那又更要往後一直到西州的初期 話說西州的初期 武王成功的打敗大義商 把咒王跟達吉送到天上去喔 從此進入到了河洛平原 原本在野蠻的西方地區 野蠻生長的他們 終於來到一個繁華的地方 所以就很開心 當時有一個叫河的貴族 他就在用來祭祀的酒氣當中 刻下以下這段話 他說 換句話說 換句話說就是 我來到了天下中心了 我要開始管理這裡的百姓了 所以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這邊所講到的中國 其實它不是一個國家的概念 它比較像是一個地理的概念 就我來到了天下宇宙的中間 從此之後我又要成為王了 之後周人就把具有政治與文化多重功能的 遺落平原 看成是天下的正中間 這其實跟我們現在意義上的國家 其實差別很大 比較類似什麼概念呢 好像是我在講台北是天龍國 但沒有人真的進到台北會自己帶護照 但如果是花蓮國跟苗栗國就不一定了 就反正...啊...對不起 那這個概念一直延續到了 漢代三國其實都沒有什麼改變 像是我在史記當中就有看到 他說 秦國他不去跟中原諸侯惠蒙 是因為秦國他地處於西邊 看起來太野蠻了 看起來太粗魯了 所以不能跟我們中原高尚的天龍人互動 所以史記當中就寫 秦屁在雍州 不與中國諸侯之惠蒙 換句話說 除非你文化昌盛 除非你地理位置優良 否則你就不能稱之為中國 那這就很有趣了 秦國他在今天的陝西 陝西可以說是所謂的 三河文明或黃河文明的起源 傳說當中的閻帝皇帝也都來自於這裡 秦國在戰國時代這裡不被當成中國 那在春秋三傳當中就有公陽傳特別提及 他說 國而外而諸夏 內諸夏而外遺迪 換句話說 在核心地區的人是 華夏而在外頭的人都是野蠻人 所以才有所謂的 北方有敵人 西方有龍人 南方有蠻人 東方有夷人 這樣的一個說法 但是其實這個感受 好像聽起來很驕傲 是因為中國這個地方 它的地理位置比較封閉 北邊有沙漠 西邊也有大沙漠 南邊是叢林 而東邊是大海 所以居住在中間的人就會有一種優越感 好像也合情合理 但如果我們把視角拉到更高一點來看 正在東周進行列國爭霸的時候 西邊有一個更強大的國家 它叫做波斯帝國 其聖時期它有印度和平原 有巴爾幹半島 有埃及還有利比亞 佔地大概有870萬平方公里左右 人口有5000萬 佔當時全球大概40%以上的總和 所以如果你從文化昌盛 經濟繁榮或者國力強大 來判定誰是中國的話 那當時能夠被稱之為中國的 應該是波斯 那換句話說 那就誰都可以是中國囉 只要他夠強大的話 這個狀況發展到了魏晉南北朝的時候尤為明顯 舉例而言 在當時由於五湖亂華 所以使得西晉王朝崩解 中原王朝大量的士人 越過了長江來到了江南這個地方 史稱叫衣冠南渡 而北方則陷入了所謂胡人統治的階段 那這個時候誰是中國 誰是宜迪呢 這就很有趣 因為現在的所謂宜迪 已經進到原本他們認為最核心的淡黃區來了 而他們自己反而被趕到南部鄉下去了 所以在當時就出現了 魏書當中記載啊 南邊這些所謂東進的政權 叫做島儀 那他們為什麼會被稱之為島儀 除了是地底位置上 他們失去了中原正統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關鍵 就他們的禮儀也全失 舉例而言好了 儒家原本強調的君臣父子關係 在南方啊 其實可以說是混亂成一片 像是當時歷史上第一個出現 太子殺父親的 就發生在南朝宋王朝當中 劉少殺掉了自己的父親 劉毅龍就只為了當皇帝 後面還有更刺激的喔 例如跟自己的媽媽 還有堂妹都傳出緋聞的 宋孝武帝劉俊 還有後來覺得自己的姊姊 還有自己的姑姑也不錯的 宋廢帝劉子葉 這一大堆亂七八糟的舉措啊 就讓北方的這個國家覺得 你們果然是島儀啊 完全失去禮儀啦 但是北方自己有特別好嗎 欸北方也沒有喔 特別是到一個叫北齊的王朝的時候 當時呢 北齊的國王叫高歡 他的兒子叫做高成 高成看到自己父親高歡 有一個很漂亮的小妾 也就是自己的後母 這後母的名字啊 叫鄭大車 所以呢 他就趁爸爸去打仗 未經許可 跑來無罩駕駛 後來 試車的動靜太大 所以弄得大家都知道 他想要偷開車 就這樣的事情 在整個北齊王朝當中 可以說是層出不窮 所以要說是誰的道德比較墮落呢 我只能這樣講啊 就是古代的人的道德 果然是非常的精彩 那開始出現劇烈的變化就是 在唐朝的時候 韓譽提出了一個公式 誰是中國呢 就如果你遵守我們的禮儀 那諸侯用以禮則移之 敬於中國則中國之 就如果你還是遵照你過往的生活方式 那你就是遺迪 但如果你尊奉了儒家以後 那你就可以成為中國 換句話說這個中國還蠻彈性的 就如果我今天跑到遙遠的俄羅斯 跑到墨斯科 然後開始學中文 甚至穿旗袍 那我就是中國了 那墨斯科就可以成為中國 神聖不可分割一部分了 但是這樣有一個看法 就是過度彈性 所以在宋朝的時候就被批判 宋代由於他對外的戰爭能力很弱 他可能文化上隨時會被別人同化 所以當時的文人 特別是像陳怡這樣的人就提到 唐太宗兼任天可汗 跟皇帝兩個頭銜 感到非常的不滿 他說 太宗以萬聖之主 而兼為遺迪之君 這叫不恥其名而受其寧 換句話說 這麼做不但是丟失自身的身份 文化跟認同 同時也為國家帶來了困難 那 禮一師則為遺迪再師則為禽獸 這樣怎麼辦 中國未來的未來在哪裡 換句話說 唐朝雖然在我們現在看起來 是中國強大 而且光榮偉大正確的一個時期 但在宋人的眼裡 卻是中國開始龍皇的一個起點 第三個秘密是 你知道嗎 日本跟越南曾經也自己 稱呼自己為中國 而且非常的符合邏輯 日本人曾經提出一個觀念 自從整個匈奴進到 漢人的生活地區以後 其實那個中國叫拓拔中國 我們可以看到 兇奴的劉淵建立了前兆 後來又有所謂的元朝 後來有所謂的經朝 有所謂的清朝 其實都早就不是漢人政權 那漢人的生活習慣 也跟當時漢代的時候 有非常巨大的差別 所以真正保留上古遺風 保留這些文化習俗的才不是現在 你看到在東亞大陸上的那個國家 是我日本 於是這個說法 在整個日本入侵中國 1937到1945的那個階段 算是打下了一個非常深厚的理論基礎 但可能會讓你更加意外的是 連越南他們也覺得自己才是中國 這個狀況發生在元朝的時候 蒙古人征服了整個中華地區 於是建立了原帝國 那原帝國他也想要把越南 併入自己的版圖 那當時有一個越南負責 跟原帝國作戰的將領 叫陳國俊 他就在自己寫的書信當中 跟所有的將軍提到一個點 要記得一件事啊 層不為憂伸長國齒 層不違潰為中國之將 現在那些人在服侍所謂的遺敵 我們這些中國人要奮起反抗 一個越南人稱呼自己是中國 而對於從中國來那些人 嗤之為一滴 這畫面怎麼想 怎麼都覺得很滑稽 那一直到1427年 真正漢人建立了明帝國之後呢 明帝國也曾經想要入侵越南嘛 當時越南的皇帝黎太祖 他就下詔說 你們能夠安坐在位子上沒有反應嗎 那個賊是來自於中國的明君啊 畫面我整個想都覺得很有趣 那中國他這個政治意涵是什麼時候呢 剛剛提到的都是文化的階段 其實也蠻讓人意外的 現在如果你查詢維基百科 他可能會告訴你 在明代萬曆年間 當時日本要入侵朝鮮的時候 萬曆皇帝就曾經講過 自爾封城平秀吉 崛起海邦 只尊中國 你還知道要尊重我啊 但這裡的中國仍然是文化的意味 而且我這裡文化比較昌盛 所以你必須得尊重我 那維基百科可能會給你的第二個答案 叫尼布楚條約 這個也有趣 當時清康熙皇帝派出索俄圖 跟俄羅斯進行談判的時候 雙方用拉丁語跟滿文寫下了尼布楚條約 注意哦 沒有用中文哦 沒有用漢文哦 這個條約並沒有出現漢字 而拉丁文的這個文件裡頭啊 就提到了Cynic 就是所謂Cena 或者翻譯叫芝納的這個詞彙 不能講芝納 這樣的芝納就辱華了 總而言之 他也不是用到central nation 或者是任何具有現代意味的國族稱呼 但很多人就認為這是一個把中國當成官方頭銜 使用在外交場合的歷史時刻 這也就讓後來梁啟超在進行反省的時候提到 說無人所罪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之一世 我的國家是沒有國家名稱的 尋常通稱或曰諸夏或曰漢人或曰唐人 但這都是朝代的名稱 而外人所稱則稱我們為震旦或曰芝納 都不是我自己給自己的名字 但如果叫自己中國或中華呢 欸這也有問題哦 這聽起來太過於妄自尊的 我又不是真的在宇宙的中間 所以梁啟超就有這樣的困擾 那看到這裡呢你再想想看 當然現在在對岸真的有一個國家 叫中華人民共和國了 但是身處於台灣海島之上 無論是站在中古世紀 上古世紀還是近現代 其實真正能夠稱呼為中國人的 似乎一直都不是我們吧 對以上就是我們這期的故事方程式 如果喜歡節目的話 不要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追蹤我的Facebook以及Instagram 如果有更多的想法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等待下個禮拜 再次跟大家相見